演员作为一个独特的行业,往往要在影视剧中,以各种各样的造型示人,就连发型也要随时根据角色而改变,比如长发,墨漆干,斜刘海等等,同样是留斜刘海,每个明星所展现出来的效果也截然不同。 吴京的邪魅,张耀阳的嚣张,论帅气就只服刘德化了。 一、吴京想当年,吴京初到香港发展时,扮演的基本都是反派角色,但反而他这些角色却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,就连发型都与众不同。 即沙鲁郎中的金毛后,他在夺帅中在以蓝色斜刘海造型示人,同样的人狠话不多,同样的沙马特发型,嘴角的一抹幻小,这个形象可谓极为传神,邪魅十足。 二、张耀阳纵观在张耀阳塑造的一众反派中,乌鸦哥绝对是最具影响力的,一个仙桌子的场景风靡至今,不要和张耀阳同桌吃饭的更,更是层出不穷。 谁都能想到二十多年的一个配角,如今居然成了网络轰人呢,而这个角色的造型同样也是不拘一格,大金链子开山衣,再搭配上浅黄色的斜刘海,妥妥的非主流结实感,简直不要太嚣张太霸气,有没有一种不走寻常路的感觉。 三、谢霆锋,谢霆锋身上的标签很多,歌手、演员、老板、厨师,同时他也是个时尚达人,长发、短发、墨西干头、小鞭子,他的造型可谓千变万化,切换自如,每一款发型都是一种风格。 在电影《新少林寺》中,因为要扮演一个反派,为了贴近角色,他就留过鞋刘海,遮住了半边眼睛,再加上唏嘘的胡渣子,不但不显得颓废,反而彰显了人物的暴虐和英朗,果然还是证明了一句话,演好就是这么任性。 四、刘德华出道三十多年的刘德华,演过的电影超过一百五十部,各种角色几乎都有塑造,再加上他本来长得帅,什么光头,白头发,机关头等等,发型均能轻松驾驭,印象最深的,还是在电影《赌侠大战》拉斯维加斯,中模仿贝克汉姆,在世界杯上的情节,金黄色四六分的写刘海,这是他当年特意为九十九演唱会儿流的发型,配上他巅峰时期的颜值, 等一个帅字了得,在当时还被称为是史上最靓载的金毛。